推广在地艺术台中一家旅店跟台北的一家画廊合作 在一楼大厅等空间邀请到了旅发艺术家王仁杰来举办个人画展 主办同位表示这旅店是难来被忘的商务客多 通常这时间也是相当有限 因此就引进了画廊 让他们可以不用初学们就能够欣赏到在地艺术 未掐工的旅途当中放松一下心理 这张画的名字叫做光回路转 女发艺术家王仁杰为幼儿园学童导演自己的作品 这里不是画廊而是台中的一家饭店大厅 业者跟台北的一家艺朗合作 引进在地的艺术 让住宿的民众间接的陶冶身心 我们饭店多数的客人都是从世界各地而来 那一般商的客人他们在这里都是商务客 那他们的行程一般都会比较满 所以也没很多时间到别的地方去看 那在这里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跑到别的地方去 就可以观赏到在地艺术的作品 王老师他的作品其实他大概分成四个系列 就是他的植物系列 城市系列 记忆系列 跟三层五星田地系列 他用了这种中国的东方书写线条 加上他的色块节奏去形塑他的绘画 业者表示这里住宿的大多是以商务客居多 因为行程相当的忙碌 而我想放松却又抽不出时间 因此才会把一楼大厅等楼层改造成一郎 并且是以画为主题 推出了玫瑰亲切味道的下午茶餐点 让忙碌的商务人士也可以趁机放松一下 一个红色的一个巧克力 然后白色的巧克力 然后用黑色的巧克力 作为基底的一个灵面 用渲染的方式 那温度上的不同 所以它产生的颜色那个曲线也会不同 画廊表示这次展出的一共有16幅的作品 因为诗成里南华派大师欧豪年 所以作品常见水墨线条 又带入流发期间的文化影像 也反映在色彩跟空间上 让人看见东西方美学的兼种必需 记者离家台中采访不到